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属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亲爱的朋友,平安 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 我是天天 今天的年轻不留白 我们要继续来分享起凡的生命故事 她曾经是一位同性恋者 花了好长的一段时间的挣扎 才走出她生命的困境 走出了同性恋的生活 上帝怎么样在起凡的生命里面 带给她改变的希望呢? 就让我们继续来聆听起凡的分享 我在那个时间好想明白神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人 我能改变吗? 我真的不想那样子 但是我没有办法去控制 一直持续到2008年 我被邀请到同性恋圈子的大哥的家里边 她的家里边也有接待另外一个也是一个同性恋的朋友 那天晚上 那个朋友就在半夜的时间 把我的衣服脱掉 发生关系 我并没有抗拒 过了两个月之后 突然间有一天发现自己的身上起了一些炮症状的东西 第二年小突起 慢慢地长大 我就很惊慌 到医院去做检查 医生告诉我 你感染了性病 我当时真的非常地惧怕 当然我没有办法跟姐姐去跟妈妈去讲这些事情 我回去之后做手术 发现很快地就会复发 这样的事情让我 我有很深的羞耻感 我觉得我在那个时间 我所有的就是神自己 每天拿一本圣经就坐在大学的草地上 就跟神祷告 读祂的话语 去悔改 我说神 如果可以 求祢来医治我 事情很巧的就是 我那天祷告说 神我下午依然要去做那个极光的手术 我说神 我好想在接下来的时间去参加一个门训 如果OK的话 求祢负责我 留下更多的部分的费用 可以来参加这个门训 求祢来预备我手术的费用 在我下午去做手术的过程里边 接触到那个非常慈祥的老医生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聊到耶稣基督 当时他提出说 你隔一周要来做复查 我说我不能 我说我可能要去参加门训 可能有几个月不能够回来 他就问我费用的部分OK吗 我说还是会有一些压力 当时他把费用从一千块钱 降到二百块钱 所以就是这样 我真的有留下一些费用 就去参加那个门训 有两个月的时间 每一周都会为自己的 这个疾病的部分祷告 神奇的 我有一天洗澡的时间 我发现那些疾病的抛诊 不见消失了 我在心里边就知道这个神 他不断地在我的生命中 来彰显他自己的爱 直到现在 从来就没有复发过 09年门训结束之后 因为妈妈他还在 我要供养他 后来就真的完全地 被陷在工作里边 去教会次数的减少 祷告的减少 很快我又出现 对同性的渴望 就堕入到另外一段恋情里边 每天我的朋友 会接我下班 我们一起回到他的家里边 有一天 我跟他回去 然后他们妈妈白发苍苍 在准备饺子的时间 圣灵的责备就领导我 你怎么可以去绑着他的孩子 去伤害这个母亲的心 你要离开他 我不愿意成为这样的人 就辞掉工作 离开那个城市 回到我的老家 觉得自己好软弱 我没有办法把这个同性恋的倾向 从我的生命中给挖出去 我说神他该怎么办 我前面该怎么走 有一天我跟神要一个平局说 神他如果你带领我 求你让一个人可以跟我讲 我要做什么 而且我要在那个公园里边 去见到这样一个基督徒 在那一天我下楼之后 就奔到那个公园 当我走最后以前 觉得失望到了极点的时间 我决定离开那个公园 当我快离开的时间 我听到有一个喊我的声音 他说你怎么在这里 我回头一看 原来是我门训的时间的一个领袖 他突然间走到那个公园里边 跟我讲了一段话 仿佛神在给我讲了一句话 就是带我向他们问好 然后我就突然间 变得很喜乐地回到住处 我觉得我遇到神 突然间有一个宁波的高中同学 就跟我联系说 可以来宁波这边发展吗 所以到了宁波 很顺利地找到一个很不错的工作 办公室的一个阿姨 她是一个基督徒 然后她带领我 到公司附近的一个小组 那当她第一次 把我带到那个地方的时间 他们跪在那个地方 流着汗在祷告 他们那样子对神的渴慕 一下子吸引到我 其中有一个姐妹说 你可不可以留在我们这个地方 来给我们分享 来教我们唱诗歌 我突然间觉得神抓着我的心说 你要留下来跟他们待在一起 所以一边工作 一边开始去带他们祷告会 跟他们分享圣经 教他们唱新的赞美诗 持续到大概两个月之后 我在上班的时间就收到 我姐姐的电话 她说妈妈出事了 你赶快回来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天使夜未眠 我是天天 启凡今天在年轻木柳白 和我们分享 她是如何走出同性恋的生活 她也曾经软弱过 放弃过自己 可是她一次又一次地 在上帝的爱当中 找到了活下去的盼望 下一次启翻 要继续来跟我们分享 上帝如何带领她 一步一步地改变 使她可以真实地 接纳自己的性别 她能够珍爱自己 珍爱他人 我们就下一次 天使夜未眠 空中再相见了 拜拜 耶稣的爱 奇妙的爱 让他拿掉你的面具 可以活出心草的你 耶稣的爱 是奇妙的爱 向他敞开你的自己 活出一个真诚的你 耶稣的爱 奇妙的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